大家好 大家看我背后的这一颗百香果 现在是开出了特别多的花朵 这里有花朵在开 这里有花朵在开 这边已经是顺利的做果了 现在已经是长了有十几个果子了 那么我们在家中养这个百香果 应该怎样去养才能够让它做果更多呢 我这个是在一个花圃里面栽种的 它这个生长空间可能就比较充足 平时注意给它浇水就可以了 百香果是一个比较喜欢湿润环境的植物 我们在养护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给它多补充一些水 而且光照也是百香果做果的必须条件 我们在养护它的时候 要给它补光 尤其是盆栽的一些百香果 这个光照更是不能够缺 每天有多少太阳给它晒多少就可以了 我这个就是全露天的环境下面养护的 现在开花多而且做果又多 像我养的这个百香果 平时的养护没给它用什么其他的 就给它用了这个通用型的控制肥 这个肥它的肥效特别的长 而且是弹磷甲均衡的 能够给它补充到充足的营养元素 它就能够开花结果了 在这个花圃里面给它撒上就可以了 如果你也喜欢吃百香果的话 那么就在家里面摘种一盆吧 用花盆来摘种也可以开花结果的 我这个就是之前从一个花盆里面挪出来的 摘到这个花圃里面之后就长得特别的快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